看到另外一个现场就是有民众向文件会检举 说花博工程是不是也破坏了原山的遗址呢 有立委带着相关的官员去现场会刊 情况如何 立刻连线请林佳元带我们去关心佳元 好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呢就是花博的园区 正在施工是在中山北路这个地方的一个花博工程 不过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国定古籍 原山遗址的地方 所以说呢有议员呢就表示说 这个地方其实挖掘很深 有40公分 虽说有挖掘到骨积破坏骨积的一个状况 但你来听一下议员怎么说 温知华里面认为整个工程师做的 工程师做如果要做一些小工程的这个铺面 铺面的这个挖掘的话 不要开挖超过40公分 超过40公分就违反现在目前法令的 这个整个一个相关规定 也是在比较严肃的定义 就是说它对于国定遗址 已经造成一种扰动跟破坏的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东西就标准有这样的情形存在 对 没错 没错 好 可以听到议员是表示说 这个骨积有被破坏的状况 因为他们挖的土呢有超过40公分 有挖了40公分一个情形 但是呢台北市的文化局也是说 其实呢这个地方的确是原山遗址没有错 但是在进行相关施工的时候 其实在土堆上面已经覆盖了超过40公分 也就是说他们在进行相关施工的时候 其实是挖到的是他们后来覆盖的土 所以说呢遗址还在下方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一些破坏骨积的一个状况 以上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镜头先交还棚内主播 好 我们谢谢家园的连线消息 为了花博的施工是不是又破坏到了骨积呢 不过刚刚文化局赶紧出面来 曾经表示呢在施工之前 又覆盖了新的土上去 因此开挖其实没有超过40公分 我们谢谢家园的连线消息 在周末前洗星期五晚间 很多民众都出外去用餐了 但是带突却趁着